D小人生 D小人生 哈囉我是Kiki 各位就等了 做了一個多月的單身級地獄神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如果這部再不結局 胃狗應該會被吊到完全無心上班上課 不過我必須說第三季真的蠻厲害的 直到最後一刻都很精彩 尤其是女版關心的誕生 是我最沒料到的部分 好在我開始表演之前 先跟大家報告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前面幾集有提到 我跟老婆在經營的Podcast頻道KiCi人生 也有在分享這部的關後感嗎 那因為很多人提到 不知道怎麼留言 有沒有上載YouTube 所以我們其實有另外開YouTube Music 還有Podcast的專屬YouTube頻道 連結我都放在資訊欄和置頂留言 歡迎大家多多訂閱跟我們互動 那第二個消息是 不少朋友都在敲碗換成山的討論 欸內部我都有看 也覺得換成山到目前為止都蠻精彩的 所以這週單身級地獄神結局之後 從下週開始 YouTube和Podcast也會陸續分享換成山的討論 麻煩各位再稍等一下 一定只有我一個人在剪片嘛 好啦 那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弄到精彩影片囉 大家應該有發現 第三季的話題幾乎都圍繞在關係身上嘛 所以當哈萍和夏琴去天堂島的時候 我還想說 哇哈萍終於要有鏡頭了 而且他之前不是跟夏琴說過 到了天堂島之後 要跟他說一切嗎 結果千算萬算 就是沒有想到 等於哈萍是外星人 這太神奇了 怎沒有辦法講話讓人完全聽不懂 第四季 哈萍和夏琴一起吃完餐時 女方說 之前來天堂島要一邊吃東西 一邊講話很累 但他自己吃飯的時候其實不喜歡講話 結果哈萍還真的就不講話了 然後吃完飯後 夏琴問 為什麼想和他來天堂島 哈萍說 他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也想要有個結論 但在得出結論的過程中 你在想 或是因為我一直在想 好了這邊我就不念完了 因為完全不重要 哈萍的回答 就好像我以前在寫作的時候 為了要湊字書 硬寫出來的容顏罪字 聽得超痛苦 而且他還活在糖果事件的自信之中 居然完全不知道夏琴對關係有興趣 但讓我最意外的是 哈萍聽到女方說 之所以給你糖果 是因為在跟關係吵架時才選擇得 照理說 男方應該蠻有資格不開心了吧 畢竟聽到自己是備胎 多少都會有點不爽 所以我也也以為哈萍是因為這樣 才不想跟夏琴聊天 殊不知他居然是因為自在才覺得不必聊天 欸我真的是跟主持人一樣問號 原本我以為哈萍只是偏無聊 沒想到他是很難聊 夏琴明明就很努力的開話題 也想要給男方機會追他 可是哈萍的聊天方式真的沒什麼重點 和女方有話直說的個性蠻不搭得 所以最後夏琴不是親自叫哈萍如何表達 要他別再扯動扯息 還一邊唱歌說 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所以我要睡我的覺 哇那邊快要被夏琴可愛死 他到底該有多鬱悶才會用這種方式表達無奈啦 那原意的部分 他跟明佑真的是天差地人的刑警 一個把地獄島過得像天堂島 一個卻把天堂島過得像地獄島 明明和會善完全不來電 卻被眾男生們誤會 甚至還被會善當擋劍牌 向明智引見原意 然後他和世影的互動一次比一次尷尬 女方都已經表達得很明顯了 原意卻沒有放棄的意思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說他是專精還是太執著 就連最後聽到原意說 他其實很想對世影說 我想告訴他 我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喜歡他 照理說 聽到這句應該會覺得蠻淒美的嘛 就是很標準的男二人設 但我還是有點不懂 為什麼原意會這麼喜歡世影啦 那夏琴的部分就更不用說啦 不管是在天堂島和哈萍聊到關係 還是不斷質求告白 卻被喜歡的人拒絕 他總是強言歡笑 故作鎮定的表情 我看的真的是蠻心疼的 畢竟關係並沒有好到 配得上夏琴的這份心意 而且我其實不太喜歡第11集 關希問夏琴 有沒有有話對他說 夏琴說 繞一大圈回到我身邊 關希直接在正喜和文藝面前回 曾經愛過你 我看完懂這番操作欸 他明明就知道夏琴會跟他告白 如果想要好好解釋 為什麼不到旁邊私下講 一定要在別人面前拒絕他呢 更不用說後半段夏琴 主動讓我也給關希和惠傘聊天 唉你不用真的是 夏琴真的是很棒的女生 我很開心關希最後沒有戲劇化的選擇他 因為夏琴絕對值得更好的人 曾經愛文藝的部分和上集差不多 他們倆的鬥嘴方式 基本上跟情侶沒兩樣嘛 雖然文藝曾經太過逼人推拉過頭 但我相信正喜也看得出來女方的改變 只是想要鬧鬧她 小抱負之前文藝的行為 才會一直跟女方唱反調 故意不說出文藝想聽到的話 那這部分我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他們配對成功我也很支持 不過特別想要講的是 正喜真的是每一集都有一些超加分的行為耶 第十集 世影因為明佑和魁力聊天 用以焦慮到跑去找正喜和文藝談行 生怕自己又要和明佑錯過了 結果正喜直接鼓勵到 我覺得你現在可以鼓起勇氣 自信一點也沒關係 不用顧及別人 你知道這麼做之後一定會後悔 與其後悔不如直接行動 走吧我陪你一起去 哇靠這什麼大哥哥風帆 正喜不會是我老大哥 那種哥哥保護妹妹的安全感實在太早了 更何況正喜和世影應該是節目中 最沒有互動的兩人吧 但正喜卻能如此照顧女方 可見他平常有多會做人 所以我自己是蠻欣賞他的 而且十一集 關西想要找會戰聊天的時候 正希聽到關西說 你有話要說嗎 他一臉真誠的吐槽 明明是他自己有話想說 我快笑死 這個極具專情安全感幽默的完美男人 文藝如果放手了 真的會有一堆人想搶走正喜喔 最後兩集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快被黑化的葵莉嚇死了吧 但明佑的對話我認真大問號欸 第十集剛開始 看得出來葵莉很震驚 明佑和世影怎麼突然變得這麼親密 又是一起合照 又是到哪都黏在彼此身旁 她甚至以為世影喜歡的是原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葵莉的衝擊感和不爽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作為觀眾 我也一度以為明佑會選擇她嘛 但這種明佑和葵莉說 天堂倒很好玩沒錯 但我其實不太清楚妳的心意 葵莉卻回道 我叫妳安分一點 但看來妳沒有 我不喜歡不聽話的男生 這是妳的錯 妳真是太可笑了 哇 我直接在筆記上面寫 今天我是在看恐怖電影嗎 葵莉也太可怕了吧 男未婚女未嫁 更何況再來是單身的戀眾節目欸 我其實不太理解 為什麼她有資格對明佑迅話 還有葵莉的笑法 這是什麼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語氣啊 她可以生氣也可以向明佑的心意表示不滿 可是不能不尊重人吧 監視明佑的脾氣好才沒有回怼她 還跟葵莉說 是我沒講清楚 但她絕對沒有比較的意思 葵莉居然還接著說 妳瘋了嗎 妳希望我說什麼 喜歡妳嗎 哇 那邊我真的超爆走心得 難道就因為葵莉的自尊高 覺得主動告白不符合她的身份 明佑就應該通靈理解她的心意 只能喜歡她嗎 況且葵莉自己也在糾結明佑跟明佑 還在那邊扯 妳在兩人之間猶豫就代表妳不喜歡我 我不喜歡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這怎麼超級雙標言論 我才覺得葵莉是女版關係吧 男生們必須只愛她 因為接受葵莉這曖昧不清的心意 然後只要不開心都是別人的錯 不斷PUA對方是妳有問題 葵莉甚至比關係更沒禮貌 直接在幕後採訪時說 只因為攝影比她更會表達 我覺得這代表她的心意就是這麼膚淺 所以我死都不會跟這種人交往 小姐妳真的知道妳自己在說什麼嗎 妳都不表達清楚了 對方到底是要怎麼知道妳的心意啦 而且聽到葵莉抱持的這種心態 祝福飾影跟明佑 我覺得超級不舒服 真的就像Dex說的 說話時應該保持尊重 雖然她的年紀比較大 不代表她可以那樣咄咄逼人 還有後面葵莉開玩笑的拒絕飾影跟明佑聊天 以及聽到明佑說話題就到這吧 她的反應只差沒說出 只有老娘才能先喊停妳算老幾欸 不知道我覺得最後兩集女方真的太夠分了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葵莉身體不舒服 讓她的情緒更敏感 但我覺得再怎麼樣也不可以這麼看不起人啦 那明佑的部分 延續上一集的直升機事件 她回到地獄島之後還真的信守承諾 瘋狂助攻敏智幫她跟關西講了一堆好話 她跟正希在節目的定位有點類似 都是好哥哥形象 不過看到明佑始終如一 只喜歡葵莉 最後也成功和女方互選離開地獄島的結局 說實話這段我才開心不起來欸 因為我覺得葵莉配不上明佑的好 葵莉選擇她的時候 看得出來明佑是真的很感動 眼角還有點泛淚 但因為有上帝視角的觀眾都知道 葵莉在跟明佑吵完架之後 對文英他們說 有人空缺並不代表我應該勉強接受 我要氣瘋了喔 明佑也沒得罪你 沒必要這樣說吧 人家又不差 只是喜歡上葵莉 她到底在拽什麼 所以最後葵莉回頭選明佑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她真的懂明佑的好嗎 還是只是因為她夠聽話而已 唉抱歉這段我有點太激動 但真的有很多想法啦 不曉得大家對葵莉名佑有什麼想法呢 好的延續前面的房間吵架事件 雖然我很不喜歡葵莉 但也意外凸顯了明佑的優點 她真的很有家教也很成熟欸 我本來以為明佑可能會不敢 向葵莉坦誠心意 沒想到她居然有說出喜歡飾飲的理由 不只是女方主動 她對飾飲也有意思才會心動的 到這邊觀眾除了很有踏實感之外 我覺得明佑非常加分的地方是 儘管她也不喜歡葵莉的說話方式 卻也沒有對女方說任何一句難聽的話 就算跟飾飲在一起 她也沒有說葵莉的不好 反而不斷的跟飾飲道歉 讓她擔心了 然後飾飲一開口 明佑就笑了 還默默牽手安慰彼此 我真的說明佑真的很有先見之明 她跟飾飲在一起的時候 比較有平等關係 但跟葵莉在一起時 她們隱約有一種上下的關係 我覺得這點也是明佑選擇飾飲的原因之一吧 那飾飲的部分 我覺得第十集最神奇的是 她跟葵莉看待明佑的方式真的完全相反 一個只在乎自己是不是些甩開對方的人 另一個卻因為擔心時間不夠又要錯過 所以只想更珍惜能夠在一起的時光 說真的雖然她們是單身級地獄系列中 唯一沒一起去天堂島卻能配對成功的情侶 但也是第三季我覺得最速配的CP 因為只有夠喜歡對方才會願意放下至尊 想把握時間多表達心意吧 那一樣不曉得你們對沒有適應有什麼看法呢 好的終於到了關係三角鏈的結局了 其實ifboy的假設題已經多到 我現在聽到關係問問題都超無感 因為就算她問了也不會做出決定 只是白問而已 第四集關係在天堂鬧時 又在這項會善拋出假設題 如果我們一起離開地獄島 你覺得我們能不能交往 如果你被我吸引你覺得會是什麼原因 天堂我真的很超佩服會善的脾氣耶 則沒有辦法無數次耐心的回答南方毫無意義的問題 能不能交往不就是看當下感覺就知道了嗎 還有一直跳針式的考核會善自己有什麼優點 所以採訪時我還蠻開心 會善有發現關係這個人很窩囊 只是沒料到她會覺得做不了決定的關係很可愛 回憶成直升機的部分 我直接在筆記上面寫 完蛋 明志要被罵了 到底是要在直升機上搞出多少drama啦 關係好歹也是惠善的約會對象 明志怎麼會期待關係會讓她靠在肩膀上呢 就算是開玩笑 這行為也蠻不尊重人的 阿哈平最鬧 至於女孩都沒有這麼積極 看到關係明志的吃瓜現場 居然比對夏琴的心意還激動 回到地獄島之後 關係在男生房間裡說 明志是理想型 惠善是適合結婚的對象 那當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多希超級發自內心鄙視關係的表情 第一次看到主持人比觀眾還走行 接著是關係和明志在房間的對談 女方居然又使用了眼淚大絕 看得真的偏煩躁 到底是要哭幾次 但嚴格說起來明志並沒有海辣 她一直都很專情 只是招很多 笑聲不太討喜 不過這兩集我跟惠善一樣 意外蠻佩服明志的毅力 畢竟關係一直給出魔人兩可的答案 她有辦法持續直求告白 是我應該會覺得很疲憐吧 而且明志甚在知道對方心意不絕的情況下 說出我們一起離開地獄島的那天 就是交往的第一天 但她都不會擔心這男人的定力嗎? 再加上觀眾都知道 關係就是見惠善說惠善話 見明志說明志話 明明都是天堂島的感受 卻完美說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 所以第11集我最最喜歡的是 惠善和關係談話後的寂靜和怒火 你應該選明志 我本來以為自己值得更勝於此的對待 但你和我去過兩次天堂島 到現在還無法釐清 從昨天吃晚餐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們甚至還在聊離開這裡之後的發展 即使這樣你還是佔意明志的話 那我覺得你選擇他會比較好 我不想和這麼不清楚 自己想要什麼的人繼續走下去 OMG drop the mic 惠善不愧是我偶像欸 居然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說出觀眾期待的10集的話 然後關係還回到 我不是只我覺得混淆 但他就是啊 每次女生的肯定答覆 都讓關係更得寸進尺 結果惠善一認真 關係才終於理解自己錯了 害我差點以為自己在看什麼關係成長日記 明明是最年長的出演者 行為卻是最有自得 但我最意外的 還是惠善跟關係互選的結局 本來以為惠善在螢火王會上 不願意再配合關係的如果題答案 是因為他已經放棄了 也覺得最後一晚 關係找惠善聊天道歉感謝 是在委婉的說自己不會選擇他 完全沒料到最後他還是選擇了惠善 真的是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惠善也是 本來我看他沒有要起身走向關係 還想說OMG這幾句我也太滿意了吧 結果惠善只是想要給關係一個小教訓而已 害我的筆記上面一直打 噗噗噗噗噗 當下超想要和Dex和韓海的頭對裝 另一邊 影子的臉完全垮下來 他好像是真的沒料到關係會選擇別人 Anyway 至少我們看完這節目了 如果再繼續等關係的選擇 就會變成Dexy脫婆的八點檔 永遠都不會結局吧 好啦 那以上就是單三級略善的大結局討論 其實Netflix還有在YouTube上市 突然都未播出片段啦 然後哈比 夏琴 圓藝等人也有一起去看關係比賽 第三季成員私底下感情好像也滿好的 所以不管他們發生什麼事 都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去攻擊出現者的社群 我相信他們透過節目一定也能夠知道自己的問題 那最後 相信有在Follow煉中系列的老粉應該都知道 我都會做成員們的近況分享嗎 但我需要一些時間 等出現者發更多內容之後才能整理給大家 所以在這之前 歡迎大家先去聽我和老婆的Pockets頻道 我們也會在節目中提到更多單身集隊的幕後故事和討論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話別忘記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之前有聽到網友說 夏琴和敏智可能是帶有目的性的接近關係 因為他們早就知道關西是籃球員了 但我覺得不管是夏琴還是敏智 他們對關西的感情應該都滿真實的啦 所以就算他們在節目之前早就認識關西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再加上就算關西敏智的人被罵得很慘 但他們也是讓第三季變好看的關鍵 所以我還是滿感謝這段時間節目帶給我的娛樂效果